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张富昌 我是寻人中学的美术老师 我在这里已经当了十年的美术老师 然后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想要问老师 为什么你会选择当一名美术老师呢? 其实说真话是不到我选择啦 首先我之前从事的行业是画漫画 但是那时候我就停了 那么机缘巧合下有一位朋友看到报长的一个消息 就是寻中聘请美术老师 那么他就叫我去试一下 那么我就这样子就进入了行专 就是这样简单吧 那老师你在教导那么多学生 你教导美术的时候有曾经遇到什么困难吗? 困难肯定有啦 比如说这个网课的困难是很大的困难 所以有学生是不开镜头的 这个我很费解 那老师那你现在对学生 就你觉得学生对美术的态度 你对这个他们的态度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常常是这样跟他们讲的 我说学生们对这个美术好像是很负劣 有点 因为他们可能是从小学的时候已经开始 就很负劣的老师 很负劣这个坏的 比如说我听说过的小学没有教美术 美术课上别的课了 我是有听过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连接上去初一、初二、初三 我们就要考美术同考 所以我们怎样衔接呢? 小学跟这个美术课怎样衔接上去呢? 所以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其实每位学生小时候 都对美术很有兴趣的 就是小时候妈妈 爸爸都不会给他太多的物质 或者手机之类的 他也不会玩 那么现在的小孩子可能不同了 我们的时代是 应该是丢一张纸 一个他的面色跟女 在那边画画 图图牙牙这样子 图牙 那么这个是我们很大的乐趣 OK 那也是我们很喜欢的 有些 孩子会在墙壁上画画 也有这样子的事情 那么他就是很自然的发挥他的创意 在那边 那么我们大人就慢慢慢慢的摸杀了他 让他不再喜欢这个东西 可能就把他的那些东西拿走了 换了别的东西给他 OK 但是我们 其实我们小小的 六小兄弟 我们是喜欢这个东西 但是被代替了 被摸杀了 常常有一些毕业生会问我 他说 老师我毕业我想选美术 有没有前途 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跟他讲 OK 你选任何的行业都没有问题 问题是你自己吧 为什么那个行业 有的做得很出色 就算是做一个环保的 那么他也可以做得很好 做到成功 那么为什么你不能是因为你的问题不是行业 行业没有问题 行行出状怨 那个行业没有问题 是你本身的问题吧 OK 所以这是我给他们的选择 江老师 就是 你讲了 就是有很多困难 还有 很多这种 不好的态度之类的东西 江老师其实有没有萌生过想要 停止从事教育这个事业的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门想这个念头 就是 不止我 我身边的老师 我很坦白的告诉大家 我没有隐瞒 其实有 但是 之后还是会回到这个岗位 那么我觉得也没有 没有太大的 就是好像 确实是洪水门收 也没有这个东西 其实 我发现 随时还是很亲切的 还很淳朴的 还很淳朴的 我能够生 这些年轻人 这样淳朴的那些人相处 我觉得很开心 而不是在社会上很多 而我女渣那种 那种生活 我觉得这个很轻松 我觉得它很 却是给我学习到很多东西的就是 比较小 就是小小的东西 我会从它身上学习 所以我很开心 这样子 所以 张老师 你是对未来你的这个美术教育 有什么打算吗 嗯 嗯 我是没有考虑这样远的 但是我希望这个教育 美术教育 我觉得 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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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一个教育 如果要发展到好 不仅仅是靠 可能不仅仅是靠那几位老师 可能社会上 政府那边也要帮忙 推动一下这个东西 让这个风气什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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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样 呃 到最后老师有什么 寄语 要跟 呃 各位同学讲 呃 寄语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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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同学呢 呃 在很凡凡的课业里面 就是 希望他觉得 这个美术是很有趣的东西 可以帮他检验很轻松的东西 我觉得他应该会更加喜欢这个东西 呃 为什么他会喜欢一些很复杂的东西 啊 我不是说其他东西不要学啊 其他课也是很重要啊 但是美术 对他们来说有这样大的压力嘛 其实这是一个给你减压疏解的时段啊 应该会爱上他啊 给你自由发挥 没有限制你在哪一个地方做什么东西 什么公司设定好给你什么的 让你的思想象发挥啊 给你自由创作啊 那是很好玩的东西啊 让你自由啊 自己的身心自由看 去做一样东西啊 为什么你会不喜欢 觉得这个美术这样大的压力 好的 这样我们这个 问答环节已经完毕 老师 跟大家挥手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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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